当我点了这个早期 早期无疫情大概都是维持这样子的比例 好 20 这个 好 你看 各年这边 大概都没有什么很大变化 到了2018年是不是也是差不多差不多就是浅色是浅色是整体平均 那亮起来的就是我现在选择的这一年 好 例如说选到这一年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都差不多 好 可是 可是当 所谓差不多就是说 平均是 66% 然后 2019年还是维持 66% 那可是到了 2020年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亚洲 66% 可是 2020年变到 71% 所以代表我们疫情期间全球疫情期间对于大陆的进口依赖是不是有增加5个百分比 对吧 好 我只是要先告诉你们有这样一件事就因为因为你这些东西其实通通都是用背后的这些机器学习都帮你做好 所以你好像感觉你这是点几个地方你就做错了 这就是现在AI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我们可能暂时把档案先存到这边然后休息一下吃中饭 那我们早上应该比较晚一点开始 所以我们下午还是早一点开始好不好 好 了